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片子要花六年的时间 只是很多的这个故事是慢慢沉淀出来的 因为大家在这里看到的可能是三组家庭和王总的这个故事 但其实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当然这个是选择了很多的家庭 那么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沉淀可能有一些家庭的故事就没有那么完整 那么我们是在很海量的素材当中进行的挑选 最后把它组成了这个故事 至于这个投资呢其实也很简单 这个是因为我找不到别人愿意出钱做这个影片 所以最后就只能是我们自己做这个片子了 至于这个片子的意义呢 我想昨天我要感谢莲颖帮我想的这个维度这个词语 是一个很好的词语 我想这个片子它因为是一个直接电影的形式 它只是将一些事实陈列在大家的眼前 它并没有自己这种独立的观点 那我想可能历史总是会重演的嘛 那未来在某一天可能历史重演的时候 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能够在判断的时候 可能更多了一个维度 那我想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影片本身的意义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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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